国内疫情10号本土零确诊 但境外移入个案却飙高 从8号到10号连三天加起来破200例 其中10号落地筛紧阳性65例 创今年新高 就代表说在这些国家 他们可能才目前还是属于一个 高传染高确诊的一个地区 国际情仍然严峻 以国人爱趣的国家为例 日本两个多月累计71.3万例确诊 死亡6559例 韩国确诊数更是破500万 死亡于9000多人 泰国也累计88.5万确诊 死亡人数近2000人 反观台湾疫情相对稳定安全 民众可能喜欢去的一些亚洲的国家 日本 韩国 或者是泰国 这些国家基本上都还是居高不下 那尤其是在他们的重症的比例上 其实还是不低的 不过民众关注何时能够出国旅游 返台免隔离 医师沈正南分析解封策略 一个月后就会比较明朗 因为东南亚疫情趋缓 入境阳性率就会降低 差不多再过一个月以后 第三季持续施打 但打气低迷 仍未打五成 也影响边境解封时程 记者黄明珍陈教人台北采访不到 台水晨生成机 可以及时补充抗菌液 而且三分钟可以生成四公升的水晨 一瓶电解液 可以生成两百公升的水晨 与病毒还有细菌作用还原成水 所以是不沾害环境的 一天使用两百次也没有问题 可以上快点购 下单购买 好 哦 感谢观看